楼上高空扔垃圾 雨叫不改 看我如何治他 我家住二楼 一楼是储藏间 在我家窗户下面有几个垃圾分类的垃圾桶 平常有专门的人员维护 所以很干净整洁 最近六楼搬来一对奇葩夫妻 带着个小孩 为了图方便 每天趁没人从六楼窗户直接把垃圾抛到垃圾桶 每次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 把我吓得三魂没了七魄 每次我都忍了 毕竟同住一个小区 吵起来没意思 但是有天我回到家 发现窗台上躺着一包炸开的垃圾 里面的污秽杂物因为重力被炸得四处横飞 我当场就吐了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了 我立马冲到六楼敲门 那妇女开门 我问道 你们把垃圾扔到我家窗台上 弄得乱七八糟的 要怎么处理 她说道 你凭什么说是我 有证据吗 不要乱咬人 说完没等我反应过来 啪的一声撂上门 我继续敲门 要求他们清解 他们拒不理会 下楼后找物业 物业说没证据 不好处理 我越想越气 就在楼下把他们一家高空扔垃圾 连带他儿子平常扔玩具扔瓶子 些是大声地骂出来 我也不指名道姓 底下邻居估计平时没少看到 都产生强大的共鸣 纷纷指责 然后这家人听后受不了 开始回骂 我暗暗一笑 等的就是你回骂 你不回骂 邻居还不知道我说的谁呢 骂完他就报警 警察来了 他说我砸他门 还要打他 我就把他高空抛物扔垃圾的事情说了一遍 其实我知道这种邻里纠纷 警察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警察也就是调节警告了 高空抛物的危险性后不了了之 之后他们家收敛了一些 但是好景不长 有天我在家里听到砰的一声 我马上跑到窗台一看 又是一袋垃圾 这回让我看到是他家小孩了 我冲他大吼了一声 那孩子朝我做了鬼脸一副 我能拿他怎么样的表情 然后马上关上了窗户 当场我气得差点背过去 看来和流氓耍流氓才是正确的做法 小眼睛一转 记上心来 我拿了一个闲置的手机 对着六楼窗户架好 插上电 打开录像模式 开始24小时不间断拍摄 连续拍了两天 果然被我拍到了好几次各种姿势扔垃圾的画面 然后我也不想事情弄大 拿上证据再次上去敲门 我说我已经拍到你高空抛物的危险行为了 如果你们再不改正 我一定会曝光 没想到对方听后嚣张说道 有种你就去曝光 说我多管闲事 我听后一脸诧异 没想到文明社会还有如此嚣张跋扈不讲道理的人 回到家后 我把视频直接发到我们社区群里 大家看后纷纷指责拍而起要去报警 我料定他肯定会上门报复 刚好想换电脑 马上把自己老话的笔记本电脑搬到门口 然后在屋子里一边看着门口监控拍摄的画面一边等 果然过了一会儿 敲门声重重响起 我不予理会 继续等待 接着传来了一阵谩骂声 监控显示着他把我笔记本重重踢到地上 还蒙踩了几脚 然后还不解气拿着一根棍子不断地敲我的大门 最后才骂骂咧咧地离开 动静消失后去开门 不出所料 笔记本电脑家门全部被损坏 二话不说报警 事情简单明了 警察来了后 上门小手啄一条龙 到了警局内 夫妇还狡辩 我拿出了手机录像和监控作为证据 最后不仅赔偿大门家电脑损失一万三千元 还因为恶意毁坏他人财务家高空抛物直接拘留 等待小黑屋 然后我提了一个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心里美滋滋 高空抛物丢掉的是文明 带来的是隐患 这种陋习与文明城市建设格格不入 尤其是为了贪图自己方便 给他人带来伤害的行为 迟早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